天津周大福滨海中心 总建筑面积为389,980平米 其中主楼地下四层地上97层 建筑高度530米 采用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和外围钢框架结构体系 群房地下四层地上五层 建成后将是天津滨海新区标志性的摩天大楼 我们将按照分区施工 突出主楼的原则安排施工流程 整个施工区域分为主楼区群房区 主楼工程分为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和外框架两条流水线 前后合理搭接平行作业 工程整体流程具体安排如下 吊装核心筒内进行钢结构 采用传统落地脚手施工 一至五层核心筒混凝土 之后安装液压爬摸体系 定拆除落地脚手架 核心筒墙体施工至第七层时 开始安装脉框架钢结构 脉框架钢结构 置后核心筒四至六层 脉框楼板结构 置后外框钢结构三至四层 核心筒墙体施工至三十层 接电开始安装 核心筒墙体施工至四十层 外木墙开始安装 内部装饰随二次结构 进度由下至上跟进 核心筒墙体施工到顶 拆除爬木体系 顶部外伸行架及大部分顶关结构 安装 安装GSL750塔吊 拆除两台GSL-1700塔吊 和一台GSL-2700塔吊 并不缺顶关其余缸结构 顶关完成 安装GSL-380塔吊 拆除GSL-750塔吊 最后完成顶关木墙 本工程属超高结构 体量大 机坑深 工期跨度大 钢结构安装就位难度大 为解决施工中的难题 关键施工工艺如下 一 施工测量 针对塔楼异形超高的特点 采用分级布网 逐级控制的方式进行测量 我们将设置三级控制网 在视野开阔处建立永久性 可靠温度 首级控制网 作为其他各级控制网建立 和复合的唯一依据 在机坑外围 布设主要轴线控制点 组成二级测量控制网 结构首层完成后 交合控制网 在塔楼结构首层上设置轴线控制网和高层控制点 构建三级控制网 三级控制网随施工进展 采用激光牵锤仪 逐步向上传递 以保证测量精度 二 土方 即水平支撑施工 先进行主楼区 后进行群楼区 每个区按照 先开挖支撑外土方后 开挖支撑部位土方 主楼区设置八个区土点 设一道站桥 下至第二道水平支撑 对下部土方进行挖运 群楼区设置八个区土点 设两道站桥 下至第二道水平支撑 对下部土方进行挖运 在主楼区和群房区四周 各布置四台塔吊 作为垂直运输 三 以混凝土施工 本工程塔楼基础为 6.5米厚 超大超厚塔楼阀板 混凝土量约3.6万立方米 要求一次胶筑成型 我公司有成熟的施工技术 容获布局大体积 混凝土温度控制工法 混凝土浇灌采用斜面分层水平推进 一次到底胶筑 分层厚度为500毫米 按照不出现冷缝条件供应混凝土 经初步计算 混凝土需每小时600立方米 在机坑四周 以15台每小时75立方米输出量的HBT60C混凝土输送棒 如此超大超厚基础 经计算交注后 混凝土中心绝对升温可达到68度 每控制混凝土内外温差在25度内 采取锁时防止筒出现收缩裂缝 四核心筒施工 本工程核心筒总高度达471.15米 在73层进行一次内收 你选择顶膜进行施工 顶膜系统由横架钢平台 圆管支撑钢柱 长行程高能力涅压千斤顶 定型大钢膜板 和可调节移动式挂架组成 千斤顶一次性顶升一层高度 通过支撑圆管支撑钢柱顶升平台 利用双向千斤顶的顶升与回收动作 实现整个顶膜系统的自爬升 混凝土胶柱 采用移泵到顶的方案进行施工 主楼配置三台三一重工 HBT90CH-2135D固定泵 两用一倍 泵管选用直径150毫米 耐磨合金钢泵管 分三路布置 其中一路备用 在钢平台上 布置两台HG28型布料机进行胶柱 巨型柱和楼板混凝土 则以拌管接硬管的方式进行施工 为最大限度利用管道中的混凝土 采用先进的水洗技术 设置水池和废料长接架 达到绿色施工要求 为满足人货运输的需要 在核心筒内外 不止十台SC270G 超高型人火量用电梯 施工后期利用八台永久电梯 实现垂直运输体系转换 五 塔楼钢结构制作及安装 本工厂塔楼钢结构量 约3.9万吨 而天津20页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汉谷和林港两大钢结构 加工基地分别位于 天津周大福滨海中心南北两侧 分别相距35公里和18公里 年加工能力超过30万吨 现场继续构建一小时之内 极能运到 能够有效缓解 现场场地狭小的局限 另外天津20页建设有限公司 位于工程西侧20公里处 每本工程的整体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天津20页 有着40余年的钢结构制作安装经验 是中国首批钢结构制造特级企业 中型大跨度钢结构中式基地 其成熟的后板焊接技术 大型空间钢结构制造技术 为钢结构的制造质量提供了可靠技术杖 国内一流的加工设备 稳定的制作车间 高效的管理团队 均能为天津周大福 滨海中心项目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塔楼钢结构 选用两台CSL-1700洞壁塔吊和一台CSL-2700洞壁塔吊安装 两种其重机在工作半径分别为26米和31米时 最大其重量为80吨 钢组及斜撑安装 矩形角度由CSL-1700或CSL-2700单机吊装置安装位置 矫正后进行焊接 并即使安装与核心桶间的联系钢梁 以加强整体钢度 然后按施工分区对称 安装边柱 再进行协称安装 最后安装柱间环梁及平台钢梁 重复上述方案至横架层 横架安装 转换横架以单元构建的方式 依次安装横架层下悬杆 横架上悬杆 最后安装斜腹杆 并即使安装层间钢梁 使横架与核心桶形成稳定结构体系 外深横架及顶贯安装 外深横架的安装 依次安装核心桶部位的框架梁 安装外框钢柱及环梁 安装外深横架下部水平悬杆 安装核心桶上部角柱及环梁 安装外框上部钢柱及环梁 安装横架上部水平悬杆 最后安装外深横架空间 斜杆到外深横架整体稳固 顶关结构分为三段安装 洗窗平台以下为两段 盛部为第三段 首先对称安装第一段钢柱及环形钢梁 之后在外深横架上 布置一台CSL750动臂塔钓 拆除CSL1700塔钓 和CSL2700塔钓 并在外深横架上 布设临时光架 为顶关第二段和第三段结构 提供临时支撑 同时CSL750塔钓 不缺顶关第一段结构 之后安装第二段和第三段 最后在顶关费心钢平台上 安装一台CSL380塔钓 拆除CSL750塔钓和临时光架 最后用污面钓拆除CSL380塔钓 为高质量完成天津周大福滨海中心项目 我公司秉长选择 二事业就是选择放心的服务理念 在施工组织中 设置项目经理部及技术顾问专家组进行指导 精心组织策划 以最快的施工速度 完美的品质 进行天津滨海新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标性建筑